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护正统信仰是很重要的 但是若要求会友或者牧师长老签信仰告白 是要求一些圣经没有要求的 所以越过了圣经的要求 我们继续看 虽然在圣经时期没有这种 必须要签信仰告白没有这种的要求 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种的论点 是说从实际的考虑 在其他的情况 从实际的角度 这种做法是有它的价值的 这种的做法是保证 在教会里的正统信仰最好的方法 假如有人提出这种的论点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 要求牧师长老签信条 是一种圣经原则的应用 什么圣经原则 就是牧师长老知识们应该是信仰正统的 这个原则的应用 但是你不能够证明 按照我的看法不能够证明 这是唯一的保证这种的正统信仰 唯一的做法 我想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说 那种的被动式的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 就是新日圣经所呈现的被动的方法 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那些愿意准备要做监督的弟兄们 在一段时期 接受装备 接受审核 他们应该向其他的监督们表示 他们爱耶稣 爱他的话 他们能教导 能牧养羊群 他们也相信 纯正的 真正的福音 然后呢 他们会被教会接纳 作为认知的 长老或者教师 透过按手 透过祷告 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四节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若有人来控告 说他们的信仰不正统 那么呢 那个控告的 指控的 有责任去证明 他的信仰不正统 这个原则 很多时候就叫做 我们假设对方是无罪的 是美国的民事法律的 很普通的一个原则 也是符合审核的 在旧约 在新约 若有人指出控告的时候 必须要两三个 见证人 来证实 经文有 圣明纪十七章第六节 圣明纪十九章十五节 马太十八章十六节 是非常重要的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一节 前书五章十九节 谢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八节 意思就是说呢 提出控告的人 必须要有一个可信的论据 被告的人 他没有这个责任 当他面对一个 没有证据的控告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责任 要证明他是无辜的 这种的纪律的方法 就算没有一些圣经以外的信仰告白 当作正统信仰的考验 这种的 事行纪律的方法呢 是应该足够来维持 教会里的正统信仰的 虽然他不是无谬的 正如用信条 签名信条 也不会无谬的保证 教会的信仰是纯正的 这种的 所谓被动式的 纪律 另外一个好处是 会防止 假的控告 若提出控告 要考验这些的控告 就是需要有 很扎实的证据 发生了什么事 要提出证据来 而对信仰正统的 至终的考验 乃是神 写下来的话语本身 就是上帝给教会 唯一的本书 用来治理教会的唯一本书 所以 唯一的 标准是圣经 而不是人为的信条 圣经以外的信条 譬如说 魏敏师的信仰告白 对教会已经 做出非常好的服事 作为洗礼班的教科书 对世界的见证 警告提防假的教导 这个就是刚才我 列出的头三个目的 很有用的 但是 用签名承认 信仰告白 来试图保证 教会的正统 在历史上并没有成功 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很多宗派 要求这种的签名道 特别是很严谨的签名道 他们也堕落到 自由派神学 或者其他的异端里面 而我个人的经验是 在那些用信条 来测试正统信仰的教会们 他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去全师 信仰告白 这些时间最好用来 全师圣经 所以我的立场是 我对这种的 牧师必须要签名 承认 信仰告白 这个做法 是抱怀疑的态度的 不过我承认 这个的方法 在长老会 跟改革宗教会 在短期内 大概不会消失 所以我有一个 赐好的立场 我们假设 教会会继续用 签名承认信条 来维持 信仰的正统 我就会这样的说 我会 说要求牧师长老 签名的方法 那个程度必须要 比较松散 让信仰告白 本身 可以有上帝的话 来改革 来修改 几年前 在我所属的PCA 我临时心把它翻译成 美国改革宗教会 PCA 长老会 曾经有过一次的辩论 关于牧师长老签名 承认信仰告白 他的性质是什么 subscription 英文是subscription 签名同意 subscription 第一个立场是 strict subscription 比较严谨的签名 承认 意思就是说 每一位牧师 派的长老 必须要签名 接纳 信仰告白 每一句话 有些这种严格派 容许牧师们 在一些次要的 宣告白 里的事情 可以不同意 但是他们禁止牧师们 去教导那些的 他们的例外的 就是不赞成的立场 不可以 譬如说 我举个例 我临时举个例 譬如说 有些牧师说 我承认安息瑞是要守的 但是我认为 在安息瑞是可以看电视的 可以提出球的 他说你 你假如 在这方面 与限格白不同意的话 你不可以在讲到时候教导 主日下午可以提出球 这个是最严谨的 第二 比较松一点的 方法呢 叫做 system subscription 签名同意整个的系统 这个是目前PCA 我属长老会的工程师 牧师呢 是这样的 他签名承认 威明师的相告白 包含了 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教义系统 The confession contains the system of doctrine taught in the scriptures 一般来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牧师不必 签名承认每一句话 但是必须要宣告肯定 信仰告白教导 圣经里所教导的那个系统 也就是说那些主要的教训 第二 第三 更加松散的 就是那些自由派的中派里面的 他们会说 牧师们同意 由信仰告白来做指导 这个是最松散的 有三个 严格的承认系统 第二个 第三是接受指导就是了 弗兰摩说 按照我的判断 严谨地要求牧师签名同意信条 strict subscription 违背了圣经的完备性的原则 violates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他就防止在教会里面 有任何的教导是与信仰告白冲突的 结果就是呢 他不承认在信仰告白的权柄和圣经的权柄之间有什么差别 就是信仰告白的权柄跟圣权柄一样那么高了 假如圣经的权柄性在教会里面是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必须有这个可能去看到这些圣经以外的信仰告白可能会有错误 请教会注意这些的错误 修改信仰告白 使他符合圣经 但是严格的要求牧师签名那种的立场呢 就保证了信仰告白永远不会按照神的话来修改的 虽然是如此 我们无法否认上帝还是用信经和信仰告白来传达他的话给我们 我们在本章35章已经看到 所有真正的教导和所有真正的讲道是传递神的话的 第37章也同样的对神学做这个的宣称 就是神学正确的神学也是在传递上帝的话的 信经和教会的信条基本上就是神学的教导 他们不是无谬的 但是当他们符合圣经的时候 他们在传递圣经所教导的 是的 信经和信条有一种的权柄 是在其他的教导之上的 比如说他们代表了教会的共识 这个共识呢 这种的共识的重量是中过任何一个个人的教导的 个别的基督徒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的顺服 承认其他的肢体的恩赐 承认基督的身体整体的智慧 我多加一句包括过去的前人的 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前人的先贤先圣的智慧 再者 这种的教会的共识 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有特别权柄的人的共识 就是监督 会读 或者是党老们 虽然这些人并不是无谬党 上帝的确呼召他们 来监管教会的教义和生活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权柄 就算他们死了之后 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权柄 西伯来说第十三章第七节和第十七节 每一代的教会需要重新的去再思这些的文件 若有需要的话 按照上帝的话 修改他们 不过作为次要的标准 意思就是说圣经是首要的 信条是次要的标准 作为次要的标准 他们是配受尊重的 而在什么程度上 这些的文献 传达了圣经真正的教训的话 这些的文件 是把上帝亲自讲的 为个新的话带给我们的 第39章 Chapter 39 Human reception of Scripture 人接纳圣经 人对圣经的接纳 在本章我会继续来讨论 从第三十三章开始列出的一些事件 现在我们要用很短的编写来考虑到 人如何领受圣经 正如我前面说过 这个列单 并不是按时间的持续道 是的 人对圣经的接受 在还没有神学 还没有教导 还没有圣经的翻译本 甚至还没有圣经的超本之前 就已经在发生的 在每一件事情 就是在神学 教导 超本 翻译本 这些的事件里面 都有人领受圣经 这件事的 有超学圣经的人 讲道的 教导的 听 教导的等等 在整个的过程 从圣经的翻译 抄 写等等 都有人在领受神的话语 但是这个列单 在某一个程度上 还是按照时间的 因为它表达出 圣经里神的话 怎么达到一个当代的 读者这个过程 所以今天 我们一般都是透过超本 翻译本 编过的圣经的版本 神学 信条等等 我们透过这些 来领受圣经的信息的 透过这些的方法 上帝传递圣经给我们 我们透过这个方 这个过程 也领受了圣经 在本书的第六章 我提过 究竟 启示 假如没有人接受启示的话 启示还是不是存在的呢 这个的神学的争辩 或者Revelation exists apart from the human reception of it 我再讲一次 人若没有接受启示 启示还存在吗 这个问题 是的 没有人 用信心来回应启示的话 启示还存在 还发生吗 我的论点是 我们应该 区分出三件事情 第一 客观的启示 二 主观的 用不信的心来领受的 主观的启示 三 用信心领受的 主观的启示 我们来看 第一 客观的启示 Objective Revelation 就是上帝 所做出的启示 是人可以认识到 就算那些人 没有使用他 至少人是可能 去认识他的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 自然界 和圣经 就包含了 向全人类 所讲的 神的启示 二 有很多的例子 说明 人是用不信的心 主观的去领受 神的启示的 罗马说第一章 说到 自然启示 是如何被人所压抑的 圣经也提过 很多次 上帝透过 先知们 主耶稣 使徒们 讲话 小语 然后呢 人是用拒绝 和背叛的心 来回应的 我们 很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的 认清 这个是 真正的启示 虽然 他的听众们 并没有用信心 来接受 虽然 他们这么样回应 启示 还是存在的 这些启示呢 就把他们的 结口挪走了 启示是叫他们 无可推诿的 罗马书 第一章二十节 第三 当然 上帝愿意 人们 以信心 来接受 他的启示 有些人 做出这样的论点 说 用信心 领受的启示 是唯一 真正的启示 因为不然的话 上帝 师徒 要传递 他的启示 就失败了 布兰姆的回应是 曾经 曾经 有很多种 的启示 定义上 本质上就是 产生 一个信心的回应的 马太 十一章 二十七节 一份首书 第一章 第十七节 这些呢 在定义上 就是 用信心来回应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七节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 教父 我的主耶稣说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 和子 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那些子 愿意启示 那些人的 当然 他们就会回应 以弗所书 第一章 十七节 保罗 为以弗所的基督徒 祷告 求我们主 耶稣基督徒的上帝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 真知道他 所以呢 弗兰摩说 有一些的启示 它的本质上就是 会产生 信心的回应的 但是这个事实呢 并没有排除 刚才我们 所列出的 第一种 第二种的启示的 虽然有人 是用信心来回应 但是还有一些 客观的启示 还有一些人 拒绝的启示的 一件很奥秘的事 是 有的时候 上帝 传递启示的目的本身 就是 要使人的心 更加的刚硬 拿走他们的 结果的 以撒亚书 第六章 九到第十节 他说 上帝对 以撒亚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 说他们听了 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 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 心蒙之油 耳朵发尘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变得一致 新月圣经 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四到十五节 这里 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 耶稣就说 在他们身上 正印了 以撒亚的预言 说 你们听 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油蒙了心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史瑞行传二十八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 为散之间 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 圣灵界先知 以赛亚向你们祖宗 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 说他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油蒙了心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有这种第三种的 信心 产生信心的启示 但是有的时候 第一第二种 是上帝定义的 既然有这种的区分 我们就 也需要做区分 究竟是谁 领受神的话的 令人惊讶的是 上帝也向他自己 讲话的 三维一体 三个维一之间 也有沟通 也有讲话的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 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找人 诗篇 二篇 七到九节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进了圣里 这个圣父圣子之间的交通 还有诗篇 这是五篇 六到十节 诗篇第一 一百一十篇 耶和华对我主说 圣父对圣子说 马当福音十一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那时耶稣说 父啊 耶稣对天父说 约翰福音四章 三十四节 耶稣说 我的十五就是 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 等等 所以有的 还有约翰福音 五章二十节 六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 全章 还有史罗星章二章 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所以上帝 向他自己 对他自己讲话 下面还有上帝 对自然界讲话 不但是向人讲话的 我们下一讲继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